老師你需不需要志工 楊國珍老師就在想說 這個人要做什麼 我就說我什麼都不會 但是我就體力好 你上山要去做調查的時候 可以幫你背東西 可以幫你拿東西 或怎麼樣 楊老師就看著就說 不錯 又不用拿薪水 又有人可以幫你做事情 然後就這樣子 但是呢 因為楊老師的脾氣就比較直 我就發現每一次出去 做野外調查的時候 實驗室的研究生 都不跟楊老師同一車 只有我載到同一車 也很特別 在那一年的暑假 就十年前 在那一年的暑假 到了結束之後 九月初 因為我就是背取最右銘 不可能背上 所以我根本就不會想到說 我可以念研究所 結果在暑假結束之後 開學前一天 我就說 接到那個註冊組 打電話給我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呢 現在人考研究所 不會只有考一家 都考好幾家 然後那個證據 雖然他有來報到 但是他也繳了畢業證書 但是他到註冊前一天 沒有繳學費 因為他是在職生 在職生就是在職的老師 後來學校就問這個老師說 你為什麼不繳學費呢 他說他臨時改變心意了 他不留職提心 繼續要去 就是不來念了 他繼續要在學校裡面工作 學校就馬上通知背取第一名 背取第一名說 我們同時考好幾間研究所 他就去陳大了 背取第二名呢 去交大了 然後輪到 打到我這個背取第三名說 你要不要來註冊啊 我就想說 這怎麼可能 明天要開學 背取的報導早就都過了 地埔早就都過了 然後呢 早上聽到這個電話呢 接著電話結束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楊國珍老師 老師我背取背上了 他說 真的假的 明天要開學 啊這個就很奇妙喔 啊人的機運就很奇妙 更奇妙的是 我那個時候去考研究所的時候 那時候是在當兵 我那時候是在職業軍人嘛 那時候是國中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雖然自己的國中的成績是不錯啦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 就在問自己 人活著要做什麼 我小時候就在問自己喔 你活著要做什麼 然後你的生命要怎麼樣有意義啊 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在14歲的時候 就在想說 生命要有意義喔 第一個你要先面對死亡 我那時候小時候就這樣想 如果我們人會死的話 你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生命中的唯一 那你到底在乎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 很小的時候就在想說 如果我們都會走 那其實我們對社會 或者是我們的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就可以盡量幫助別人 或者是 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 當我這個想法的時候 剛好 新聞出現了一個 李遠哲得諾貝爾獎 我就想說 啊 那我要拿諾貝爾獎 結果呢 後來過了一年之後 我真的很辛苦喔 就跟約了幾個同學 讀了讀書會國中喔 然後就每天泡在大學的圖書館 說我們為了要得諾貝爾獎 我們這群讀書會的學生 就是大概開始 把那個大學的物理跟化學 都拿來看喔 然後就發現一年之後 覺得這種 看起來好像很遙遠 結果一年之後 就剛好國中三年級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成績 可以上雄中嘛 就是在所謂的升學班 然後就在想說 糟糕那個諾貝爾獎 好像很困難 然後不小心喔 在民國77年之後 又看到一個新聞 啊 總統去世啊 糟糕 正好可以報效國家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你是升學班 你要去考軍校 人家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又不是考軍官學校 我們是考士官學校 然後我就去考 然後學校老師也不同意 家長也不同意啊 開什麼玩笑 家長同意說 我就自己簽啊 我自己去體檢啊 然後連在那一天要入伍的時候 我都是穿著國中的制服 然後背著書包 然後以前那你知道 以前入伍的時候 還有那個軍樂隊 你知道嗎 然後他要掛那個紅色的袋子 從軍報國 然後就坐火車 就這樣去了 然後我就穿著 這個學校的制服 我早上的時候跟我媽講說 我要去上學了 其實我是到高雄火車站 然後到高雄火車站 就人家批上去這個什麼 從軍報國 然後我就坐著平快的車子 就一路就到了 桃園的那個 所謂的士官學校 我看到那個 大門口的衛兵就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我爸媽如果來找我的話 那個衛兵會擋下來 好 這個是一個過去啦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想著說 我到底我能夠對社會做什麼 那很快時間就過去啦 到了 我服務的部隊就是在 那時候是在那個霧峰 在台中的霧峰 那邊叫做竹子坑 我就利用十年前 那時候還在當兵嘛 那時候我已經坐到士官長了 然後我就 就去靖井大學這邊 找楊老師當志工 因為我每一天都要跑十公里 十公里哦 我體能很好 然後他就覺得 這個太好了 這個可以來這邊 當志工真的很好 又會開車 又可以 又有體力 然後罵了又 又不會 不會回嘴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背取背上了 但是 你知道 我們今天看Google Earth 霧峰離清泉岡 就是靖井大學在殺戮啊 有四十公里 來回八十公里 那我就算 我考上了 我也不能來面啊 我又在部隊裡面 我又不是上下班了 結果 真的 當你小時候 就告訴自己 要做好事的時候 上天就會幫你了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就在想這件事情 那我也沒有想說 到底我要怎麼做 我就是一個方向很清楚 結果那一年 很特別 也是在同一個暑假 那一年 在民國 就十年前 就是我們台灣的軍隊 進行了一個很大的變革 叫做金石案 如果有當兵的 應該年紀差不多的 有聽過這個 有聽過嗎 金石案 然後就開始轉變很多的 這個軍事的策略跟方向 以前我們叫做 台灣叫做大陸軍主義啊 就是陸軍的部隊特別多 因為要反攻大陸 需要很多的陸軍 所以在金石案的時候就開始裁邊陸軍 把原本要反攻大陸的策略改變為叫做台同防衛作戰 就是我們只要做防衛作戰 不是要反攻大陸 是在十年前那個時候開始做的 那既然不反攻大陸 你知道今天要反攻大陸 最重要的軍隊是什麼 要反攻大陸最重要的軍隊叫做搶灘 叫做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是為了要搶灘 叫做要搶灘 然後讓陸軍能夠登陸的 所以呢 那個時候的海軍陸戰隊有兩個師 然後變成兩個旅 就是慢慢的縮邊 就是在十年前的時候 因為整個 整個作戰策略的改變 原本是要反攻大陸 你看反攻大陸反了快 這個戰略快五十年 在十年前才改變的 所以那個時候陸戰隊就裁軍 因為再也不用搶灘了 那裁軍 那以前陸戰隊在台中是分布在哪裡 他的營區 就在清泉岡基地 清泉岡基地 然後清泉岡基地的這些陸戰隊的這些 部隊就裁掉 剩下的縮邊的就全部掉回去左營集中管理了 然後但是陸戰隊他這邊的營區 主要他的防衛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要保護清泉岡基場跟台中港 然後清泉岡基場旁邊的陸戰隊營區就空下來 但是這個戰略位置太重要了 因為這個軍事基地需要有人有地面部隊去保護他 然後就收到一個命令 我們的部隊馬上要開拔到清泉岡基地去防衛 我嚇一跳 收到備取公司 然後馬上移防 我們那部隊移防是四五千人的移防 那個戰車什麼浩浩蕩蕩的出去 然後我那時候也搞不清楚到底清泉岡基地在哪裡 然後一看 哎呦 在靜宜大學後面 然後十年前呢 靜宜大學是沒有圍牆的你知道嗎 他只有大門口他旁邊沒有圍牆的 所以你從後山就可以直接 你剛剛有看到那個楊老師秀的那個Google Earth 剛好那時候陳老師辦的研究所呢 剛好是在靜宜大學的最後面 就是後山 然後那個後山就是在清泉岡 就是很接近訓練岡 然後我就想真棒 然後因為是士官長的關係 那貴賓都不會擋你 我就出去 哇什麼幹什麼 我說出去外面看營區 然後其實我就去上課 然後上課也很有趣 因為以前的研究生比較少 然後第一次在我記得seminar的時候 然後陳老師就坐在下面 然後我就上台報告 然後因為以前沒有當研究生的經驗 他只有當兵的經驗 然後就開始做那個 做那個文獻回覆要做報告 做研究計畫報告 然後我們也沒有報告的經驗 就第一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什麼 第三點 結果報告完之後 陳老師就開始講了 今天這場seminar 好像在國防部聽檢報 好 這個也很有趣 然後當我要做的題目呢 那個陳老師就說 既然你在防守這個大杜山 那你的題目就做大杜山 然後他就跟我講這個 蔡志豪如果你把大杜山做好了 我告訴你 這十年內沒有人可以超越你 我其實是半路出家的啦 我什麼都不會 我說怎麼可能 科學已經發達到這種地步了 我們都可以上月球了 可以下深海了 什麼大杜山不清楚 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只要這邊 我什麼都不會做了兩年之後 我可以超越別人 十年內沒有人可以超越我 我不相信 然後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科學的方法是什麼嗎 各位 國中高中都有讀過對不對 科學的方法第一步叫做觀察對不對 觀察之後 你看到問題之後 你叫提問啊 提問之後你要假設 假設之後你要設計實驗 然後結果結果跟討論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 這個科學的方法之後 怎麼樣 他就把我載到大杜山的荒郊野外 就橫木區啊什麼的 就你大概前面兩三公里 你都看不到人 然後全部都荒煙漫草 我不是學植物學的 我也不是學生物學的 我什麼都不會 因為我在軍隊的時候 那時候管得很嚴嘛 所以我沒有念正式的大學 那有一次呢 我就在營區的那個中山市 有當過兵的都知道 在中山市裡面看電視 突然轉到一台叫做空中大學 看電視也可以念大學 然後那個時候十年前 十年前 那個空中大學還要考試 我就去考考試 也考上了 然後我就在部隊裡面 看了四年的電視 然後每一個同事都跟我講說 你這個文品 沒有人會承認 空中大學沒有人會承認 我打從我去念軍校 去念空中大學 就不是為了要文品 然後我就想 他就拿著這個文品 就去念研究所 那 所以 我那個時候呢 對所有的植物學生物學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零 完全的零 但是呢 楊老師告訴我說 觀察 提問 假設 實驗 這開什麼玩笑 然後就把我丟到荒嬌野外 然後就說 那時候早上 就把我丟到大杜山 然後說 晚上回來 討論報告 我大概 我的那種 對自然界的認知 大概 我告訴你 人家不是說 那個植物 你可以分 就說中仔細 這個叫什麼種 這個叫什麼 怎麼樣 我大概看過去 我大概可以分 會動的 跟不會動的 會動的叫動物 不會動的 可能叫植物 植物呢 我要做研究 我在看 我大概只能夠分 顏色 就是顏色不一樣 其他的東西 我完全不行 其他東西 我真的完全不行 但是 我要想說 哎呦 很痛苦 從那個志工 他變成研究生 你知道志工 老師會對你很好 因為他不用給你 有時候還會請你吃飯 當研究生的時候 就開始罵你 講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呢 然後我就在想 我就回到實驗室裡面 因為那時候實驗室 很多的那個工讀生 大學部的學生 都會來跟楊老師 還有其他的研究生 我就跑去說 我就在想說 今天一個人 要做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 第一步就是要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你現在在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你設定目標之後 然後如果我要從我現在的這個原點 要到達那個目標 我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我才可以到達目標 對不對 這是人最清楚的 你必須要認識自己 結果我在想說 如果我要做植物生態研究的話 我現在是什麼 我現在什麼都不會 那我第一步應該做什麼 第一步應該做什麼 認識植物對不對 你如果植物都不認識的話 你要去做植物生態調查 那個叫做 那個被鬼打到 然後我就趕快跑回去 實驗室 老師 怎麼樣認識植物 然後楊老師就跟我講說 你認識植物 或者是認識自然生態這個 要從哪裡開始 要從你生活周遭開始 你要先從你的家鄉 你最熟悉的地方開始 你不可能連你的家鄉 你都不認識 然後你要認識那個深山野嶺的地方 然後我聽到這一句就是 收到 然後馬上輸入進去 然後因為我要當兵 我就回營區 營區什麼植物最多 榮樹 然後我就 這個在我的研究生涯裡面 因為我們那個採標本要打編號 我採的第一份標本永遠不會忘記 因為我採的第一份標本叫做榮樹 而且就只有採一份 然後我就採的那一份榮樹呢 就來到實驗室 我們要壓標本 要寫學名 要給他標籤 然後我拿進去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那個大學部的學生 全部都圍帶 有一個研究生 因為以前對研究生好像他很厲害 全部研究生只有拿一份標本來 這不是稀有的 就是特有種還是怎麼樣的 然後那個學長也都過來看 就看蔡志豪採的這一份標本 是多麼稀有或珍貴 大概我記得那個印象很清楚 我那一份標本大概有十幾個人回著看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你知道 因為我是什麼都不會的人 但是他們又硬要把那個標本打開 我就很害羞的把標本打開 然後那十幾個人都笑了 哈哈哈哈 你連榮樹都不認識 你怎麼做研究啊 但是我雖然覺得他們都在笑我 我沒有關係 我就是一份一份的 把老師帶我去大杜山 那個荒郊野外的地方 我就畫了一個樣帶 我就一份一份的把那邊的一百多種都認識一下 認識完之後 很抱歉 我是那個研究室裡面第一個畢業的 我的學長都還沒畢業 我從一個零 然後到我寫完論文 花了三年的時間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 那也很特別 因為那時候在當兵嘛 結果沒想到呢 我論文寫完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們部隊以防回去竹子坑了 這麼剛好 在那時候背取背道的時候 移防過來清泉鋼 然後入門寫完的時候 又移防回去 然後移防回去 那個時候我當兵 其實我當很久 我當了十五年半了 我當兵當很久 然後十五年半 你知道那個當兵 當滿二十年就有終身奉 我還有四年六個月 可以領終身奉 就是只要你活著 可以看報紙跟喝茶 你就有薪水可以領 結果就是在我移回去的時候 然後陳毅峰老師跟楊國珍老師 他們的研究所就成立了大學部 他需要有教學助教 就是助教 然後他們就想說 這個蔡智老要留下來 這個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學生都是放牛班的 那時候需要有一個 比較能夠帶學生的人留下來 然後就問我說 你研究所畢業了 你有沒有興趣留在大學部當助教 然後我就把這個訊息帶回去家裡面 跟其他的朋友討論 所有的人都是持反對意見 你還有四年六個月 只要你活著就有薪水可以領 你幹嘛要放棄呢 如果你還有四年六個月 你活多久就可以領多久 你不要堅持下去 要 但是這是不同的生命觀 因為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跟我自己講會死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說 岳飛什麼時候死了 三十歲 我就跟上天講說 那我只要活到三十歲就好了 所以有些人就說 你怎麼看起來那麼年輕 因為我跟上天講說 我只要活到三十歲 所以到現在 雖然我四十歲了 我現在四十歲了 我就是那時候在想啊 滿二十年 人生那麼無償 萬一我第二十一年死掉了 不是很冤枉嗎 我其實就會想很多 我會想說 人生什麼你才是你最在意的 應該是那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根本就不曉得 明天你會不會看到太陽 所以呢 我一想到之後 那個陳老師跟我講的 楊老師跟我講的之後 我大概第三天 我就遞辭辰了 那所有人都嚇到 你熬了十五年半 然後結果你要辭辰 然後你不要這個終身鳳 我就不要了 我說我好手好腳 為什麼要給國家養 而且當初我來當兵的時候 就是要報效國家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從研究所畢業 那老師他我覺得 這個鋪陳也蠻特別的 我覺得他是默默的在栽培 因為我雖然從零 然後到能夠認識植物 能夠做一個基本的研究的方法的學習 但是我還不具有教學的經驗 所以呢我因為我沒有念過大學 正式的大學沒有念過植物系也沒有念過生物系 所以我的生物學應該都是沒有概念的 那個只是 因為是土法煉綱的半路出家的 就是我用到什麼我就去圖書館收一些資料 但是沒有經過正式的學習的過程 結果他就找我去當助教 助教要教什麼 教普通生物學實驗 教植物分類學實驗 還要教反正一大堆的實驗課就是了 如果你政課沒有上你實驗課你怎麼帶學生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你這些課你政課也要上 實驗課也要帶 這樣你才會嘛 不然老師教什麼你怎麼帶實驗課 所以我在學校擔任了四年六個月的助教 然後等於是把大學讀了兩三遍 因為你知道在大學裡面 你聽到會考試是一個層次而已 但是楊老師跟陳老師是要求我去教學生 你聽到你會考試60分是一個層次 你聽到你會 然後你還要去教到人家考試幾個 那是第二層次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真的用心良苦 然後他把我留下來 知道我沒有念過大學 然後又等於是要去聽這些課 聽完這些課之後 然後還要去整理這些教材 然後還要去教給學生 教到學生教到他們還要及格 那我必須要把這些東西怎麼樣 內化 全部都要吸收啊 然後要變成自己的東西 我才能夠教這些學生啊 所以就變成說 在這四年六個月的過程裡面 老師給我的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他給我很棒的教學經驗 很棒的教學經驗 也給我一個很好的歷練 就是因為我可以從中把大學前考幾遍 你知道說我在那時候在進一大學的時候呢 像楊老師在做這個植物分類學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錄音喔 錄完之後 那我那時候很有衝勁 因為我是什麼都不會啦 所以像陳老師或楊老師上完課之後的 我也坐在下面錄音 錄完音之後 你知道我在幹嘛 一個字一個字全部都打出來 因為我覺得人有選擇性接收資訊的這種壞毛病 因為你只會選你只會吸收你聽得懂的 你聽不懂的你會自動把它截斷 所以呢我在看我們聽完一場演講之後 如果你能夠吸收到20%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我為了要全部的吸收 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全部打字都打下來 然後再把它整理 然後我再跟老師 因為我是助教嘛 然後我說老師你投影片給我 然後我在每一張投影片的 他講的什麼內容 我都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整理出來之後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筆記嘛 幾乎是老師講的百分之百吸收的筆記啊 然後因為他有時候會用那個光筆啊 去指哪裡啊 我都還要標示跟學生講說 老師現在在講這個花的惡片的哪裡 或是熊蕾 我還幫他們標示 然後每次我就做完 我都睡得很少 在上完課的第三天 我就已經把上完課的東西都整理好 然後呢就E-mail給那個休課的學生 那一E-mail出去之後 第二天就收到很多的回信都在罵我 助教你把我的信箱灌爆了 你寄那麼多東西給我幹什麼 你直接告訴我要考什麼就好了 然後我在那一年其實我就把植物分類學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我都編好了 編好了之後就覺得哇真是太棒了 那我應該這段過程就學得差不多了 學得差不多 然後楊老師跟鍾丁茂老師就說 現在我們台灣生在學會缺一個秘書長 你要不要來 然後我就來擔任這個學會的秘書長 那你從一個研究教學 然後又要到 秘書長就是所謂的環境運動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校裡面 是在比較小的環境裡面 去看整個國家社會的問題 你比較少去站在國家的尺度在看 然後擔任秘書長之後 就要跟幾個前輩要幹嘛 那時候什麼反國光石化 還有一大堆的 然後都要去開環評會議 然後去看了幾次之後 想說我們國家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就覺得很糟糕 你看到整個國家機器在運作的過程裡面 你就覺得就開始 在接觸了這些所謂的環境的公共議題 然後我就開始認識了這些 比較大尺度的環境的事件 然後慢慢的我就開始思考說 到底我們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我就來跟大家分享